现在我们要再讲讲报价功能方面 其实有时候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点击的报价 就正是现价来说就是一个即时的报价 但BX的价钱都延迟了15分钟 但有时候你说有些客人都会想看即时的报价 我想要串流的 我会即时看到价钱的跳动的话 其实可以在我们公司里面 Apps里面或者是回到我们的CS里面 其实都可以申请即时报价 申请了即时报价之后 情况会是怎样呢 按到报价里面 你会看到除了刚才上面的资讯之外 你会看到买入和沽出的价钱里面 其实没有了延迟的字 即是即时的价钱 另外你会看到一些排款的数量 例如每一个价钱里面排款的数量 还有有几个牌在排中 这就是5口价的 再按一按下去的话 就会有10口价 另外下面有家人记录里面 也是跟之前那一样的 会显示几个家人记录在这里 但是你说我想再看详细一点的话 其实你按一按下去的话 会看到一个好像刚才出现过的 一个详细的成交记录在这里 这个成交记录的话 就没有延迟15分钟了 就是说职业成交了的成交记录 都会在这里显示的 再移动一下去旁边 你会看到一个经纪排款 方便你看看就是刚才那里 例如你说价钱里面 第一口价1356个牌 当然是E6间证券行的话 你移动一下就会看到 原来是E6间的证券行 你再按一按下去的话 其实就可以放大那个页面 方便你再看 有时候你说我不想看 就是慢慢地数据来数据去 这些股票码 就是那个订策卡牌 有认得的话 其实你再按一下 你会看到就是 只是显示那个订策卡牌 你看到这里 highlight了 4689 或者4638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牌 方便你认回自己 在某一个价位里面 其实你自己排到第几 那刚才所说的 即时报价 刚才说的就是大CS 里面就申请 电话就是2500999 另外来说 如果客户里面 国家的金额 即港股的网上街的金额 即港股的网上街的金额 每个月有1388元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回赠 368元 给客户 来补偿相关的 即时报价里面的费用 除了港股里面的即时报价之外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暗盘的即时报价 其实可能 因为今天没有暗盘在这里 所以我只剪了一张照片 你会看到 如果暗盘那里 其实是一个免费的即时报价 和刚才那些 即时报价 串流即时报价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有些牌盘 成交记录都会在 如果你说 按一按下去 如果快充加热面的话 理论上就会跳跳在旁边 就会出到页面里面 就更加详细 给你一版过里面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股票里面 一个的价钱 股数 和可以做到落盘 这就是暗盘交易里面的资讯 除了港股之外 其实户股 和深股里面来说 都有一个即时的报价 但都是一口价的报价 在这里 来打个数码 按了下去的话 都是跟类似的 刚才差不多 Bus价钱都是delay 但上面的价钱里面 就是一个即时的报价 在这里 除了刚才说的港股 和户股、深股之外 其实都有美股即时报价 如果选到美股里面 按了下去的话 其实美股即时报价里面 我们就送给客户 头一个月来说 就免费送给客户 之后来说 每做一单的交易 我就会送一个月给客户 上下就送六个月 现在来说 你看到正常时段里面 例如JD的股票 就80元 86.04 你看到好像也不跳 但你按一按 如果这个中数里面 按一按本钱时段的话 你会见到就是 本钱时段 就已经有个化钱在这里 就是亚斯奥的价钱 还有里面有些成交记录 这个价钱里面 都是串流报价 就是理念上 你不用那么revenge 即刻会跳 原来这里也包括了 就是一个本口的时段 还有一个成交记录 可以给客户 详细看回那个情况 接下来 别叫为什么 你给客户 在这一天 真的有关系 对